高舉運動手環跟著歌手尖叫搖擺 哭完樂團十一十二號 在高雄市運主場館開唱 近九萬人跟著還唱 卻讓附近居民叫苦連天 碰碰碰碰 好像在地上就在地上 在地上睡啊 很多年輕人 我還很高興 還不止如此 就有民眾在臉書社團上抱怨 演唱會的當下 市運主場館裡面在唱歌 他家在地震 還有人說就像動物大迁徙 震個不停 其實2015年阿妹張惠妹 在台北小巨蛋開唱時 也因為聲響震動過大 讓北敘府祭出阿妹條款 明文規定震動不得超過六十三分貝 違規就會斷電開發 甚至一超過標準 可以開發三十萬元 而且是按曲目逐次開發 現在高雄市運主場館 也得加這條規則嗎 不錯啦 哭完前腳踩走 明年二月巨星紅髮愛德 也要竭力開唱 不過也有民眾覺得 自家門口能聽免費的演唱會 還不錯 但若再迎來一場演唱會地震 只怕饒民怨聲又再起 歡迎新聞 劉備搖高雄採訪報導